这个是一个房子 这个是它的这个高度 这个看的少一点 这个是楼下的主卧 它有两个主卧 一个楼上一个楼下 都带有一个卫生间 所有的一个衣帽间 所有的房子里面的东西 除了窗跟门 它不是全新的 其他的东西 重新装修的 装修的时候我过来看过 对 这是它的一个亮点 这个是从一楼到楼上 有五米多高 这个可能还不止吧 五米多 然后它的游泳池是全新的 他说对我上次来没看到游泳池 对 嗯 出发 全部是康克 对 对 我是说上次我来没看到游泳池的 嗯 那后面全部改造了 对 然后这是被电加热的 哦 就是黑黑 对 对 就是夏天的话 它有太阳能 就是那个 哦 哦 这边全部都变了 对 它就是那个 它这个翻修真是 这浑然一新的感觉 嗯 是的 这个还不错 哦 有个小亭子在 我喜欢这样的 Duck 嗯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它游泳池的设备 哦 不是 我说这个大圆筒 对 这个所有的设备 都是一尺 哦 嗯 它现在所有的 因为全新的所有东西都 手机上可以下转 还可以控制 哦 对 包括你想要 那这个 这个就是全新的 就还没有用过的 嗯 这个也比较好 嗯 有一个围栏 对 对 因为现在游泳池 必须要经过那个 council的那个 叫compliance 安全隐患的这个 对对对 那达标 是的 嗯 这个好 你游泳池 不管是游泳池和spa 都必须要有这种 哦 美兰的 是 全新 对 这里是个亮点 我去上来 对 我帮你 上楼了 他没有摆什么东西 看起来很空很高 他说楼上有一个 Must bedroom 可能是在这边 你看哦 这个 这个 Must bedroom 也很小 对 对 嗯 这个阳台还蛮大 是吧 不出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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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阳台比较大 直接对着前面的这个壶 看到没 哦 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亮点 这树都长得这么高了 看 可以遮阴啊 哦 OK 厨房 看一看 全新的 对 嗯 这里面呢 就是它是主动性的 然后门一关 那边是炒菜的 哦 那就是有一个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是两个厨房 一个中式 一个新式 对 所以这房子就是特别 对 实用性的 哦 这后面还可以炒菜的 是在这边 对 还是把门一关 然后那边门一开 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炒菜 是的 是的 嗯 是的 嗯 然后有洗碗机 你可以把 所有你要洗的东西 都堆到那边去 哦 就是这个房间就全部整成 你所有 比如说你要洗的东西 你的锅碗 你把那边去 对 对 你在那边炒菜 是的 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特色 就厨房里头有三个sink 对 因为它这是洗衣房 哦 洗衣房和另外一个厨房 连在一块的 对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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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对 它就门一关 就很方便 你的房间厨房就看 它这个房子当时是 是什么原因 要这么大动干戈的修 它就是想要 然后凶来过后 然后它想看一看 就是住进去吧 对 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又不能够住了 嗯 所以它改变主意了 所以说就 它那个预期的价格 这上面有吗 嗯 159到169 哦 对 我爱关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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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